为师看来冥王之子就是个屁 魏光明自以为聪明绝顶 但却执迷于此 竟是比我的老黄还笨 西陵大神官魏光明 一生励志捍卫光明 只因算到冥王之子再现唐国 竟不顾宗门教令冲破囚龙 化作一乞讨老头现身长安 却不想惊动这守护都城的精神阵 当即将那绝世气息隐秘 若无其事般走进这城门 我这位师兄啊 他想要做的 谁也当不如 魏光明的出现让颜色心中焦虑不安 若自己这师兄强行发难 这偌大的都城可要掀起一番血 魏光明自是懒得搭理这些 只想这长安之大 去哪可寻得冥王之子下落 当下一番思索 决定填饱肚子在野 颤颤巍巍地坐在路边 哪想一男子匆匆跑过 将手中这面片汤袋摔落地 魏光明正想发怒 就看一碗面片沉于眼前 这小女孩相貌急事寻常 那黑色肌肤却如磁力般蜥蜴 看得魏光明早已愣神 再看女子转身回眸那一刹难 竟有一道皎洁白光将其全身笼罩 惊若天人 魏光明心中一喜 自己本是无心插柳 却阴差阳错寻得光明传人 当下也步步地吃那面片 一路跟随着小女孩 桑桑只觉自己好心伴坏 怎无端惹上了这怪老头 当即一路小跑 本以为总算甩开了这丝 哪想到了晚上 魏光明竟又出现自己面前 姑娘你相信机缘吗 你是一直跟着我呢吗 你相信机缘吗 魏光明一番操作早已吓坏桑桑 回忆一个礼貌微笑就跑回屋内 魏光明只觉这女娃娃甚是可爱 竟独自坐在这老笔斋前睡了起来 半夜秋风萧瑟 心地淳朴的桑桑倒是起了怜悯 竟从屋内取出一床被褥给其盖上 如此一幕让魏光明对桑桑更是喜欢 此时忽觉一道杀意袭来 竟是国师李青山缓缓走来 身后还跟着庶名浩天到南门弟子 这李青山未找出魏光明 竟不惜燃烧寿元占卜一挂 本以为能和这光明大神官切磋一番 只可惜这国师忠实年轻 魏光明仅是挥出一道浩天神灰 这浩天到南门就险谢全军覆没 带李青山回过神来 哪里还有魏光明身影 想不到竟是桑桑担心老头被众人欺负 将魏光明拉回到了自己房中 可毕竟孤男寡女 只好让这老头在大堂留宿一夜 次日醒来 桑桑一如往常坐着家中的事物 魏光明却不顾身躯老迈打着下手 有一搭无一搭和桑桑聊着人与情类的区别 桑桑心中不解 这老头无视献身殷勤 你是想找个老婆生孩子吧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行 我不能给别人生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我我我只是想 只是想找个徒弟继承我的衣博 桑桑听得一头雾水 自己并无显赫家世 又非骨骼惊奇 你这老汉发生神经 你是想任我做徒弟 还是想让我帮你找徒 我是想让你生孩子 也许这老头只是想喝一杯手摸咖啡 可眼下已是越描越黑 就如此 魏光明每天都泡在这老笔斋中 和桑桑探讨各类哲学相关 你相信机缘吗 我相信机缘 久而久之桑桑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反正自家少爷去了那北墓荒原 每天有这一老头陪伴也是极好 直到这日 那宫中的三皇子突然闯进老笔斋 这皇子早已对桑桑垂涎欲逼 平日里忌惮宁缺在其身旁不敢造此 如今宁缺不在 自是想要一吻方泽 哪想这皇子某的一扑 怀中抱着的竟是这糟老汉子 魏光明眼中沙一闪失 手中神灰一指 便已是吓得这皇子屁股尿的 桑桑一声师父彻底化了魏光明的心 当即安慰桑桑从此无须再敢恐惧 桑桑不知这光明大神观是为何物 只是知晓这老头对自己是真的好 当下在无猜忌跟着魏光明修行浩天神灰 本以为是岁月静好 可这日神浮世颜色偶然在街上看见魏光明 心中担心徒弟宁缺安危 将经神镇的镇掩处交还堂王 欲与魏光明拼死一战 我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明王之子 我也不管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永业 我只知道一件事 他宁缺是我颜色的徒儿 有谁跟他过不去 我将一人一道俗 他们统统给我带走